我們看到昨天呢 桃園地方法院的判決結果 你會覺得說整個判決結果 每個人的罪怎麼都那麼輕呢 洪仲秋一條人命 結果呢 只有連長徐信正是8個月 其他的17人等 都只有6個月 甚至還可以一顆罰金 你想想看 6個月的徒刑算什麼 一顆罰金完 他連一天的牢都不用做 想想看 如果一隻狗一隻貓被虐死了 判的刑還比現在這個罪要更重呢 想想看 補教明師判罪一年8個月 他是因為內線交易3000萬 那人命值什麼 人命居然比內線交易還更不值錢 但是這樣的判決結果 真的不合理啊 龍捲風之前爆了多少 洪仲秋在五四兩旅 被這些人 這些長官 事官 惡整 惡搞 故意要讓他去被關 好 S講了 然後呢 洪九就講了 有華哥爆料了 連書都寫了 我剛剛看喔 而且去年10月就出書了 那我請問各位 可是 我先幫我回憶幾個重點 來 不該關 關 對不對 人評會 湊不齊人數 假照 是不是 然後呢 人家要退伍了 不管 一定要關 橋柱床位 剩一個禮拜 體檢來不及做 沒關係 中華民國史上最快是體檢 五四兩旅可以完成 然後呢 到裡頭 喊喊叫狗好好操 然後你說 這些東西到了桃園地方法院法官的 卷宗裡頭 竟然都說 他們只是一個 程序嚴重為師 沒有惡意的 沒有集體故意惡整 對啊 那我現在就馬上幫健忘的法官回憶一下 這裡頭 有沒有 故意跟惡整 來 日23號 當時洪中秋 攜帶照相機手機回到了五四兩旅的本部連 結果呢 副連長劉嚴峻 他怎麼跟洪中秋說的 他說 如果我可以關你30天 我不會只關你15天 觀眾朋友 這句話 你們覺得 是不是就已經透露出劉嚴峻看洪中秋 有不順眼的意思在裡頭了 沒錯啊 這就好像說你 如果被警察抓到違規 警察照到 你是現刑犯被警察抓到 警察通常說什麼 你有權保持揭默 對不對 你所說的會在這個法庭上 做呈堂證供 頂多就這樣講嘛 這叫按規矩辦事 警察如果對著你說 我要是可以把你打死 我絕對不會只把你關起來 那你覺得警察跟你是不是就有嫌隙的意思 這已經擺明就有惡意了 這已經先入為主了 可是法官怎麼都沒有看到呢 再來 劉嚴峻馬上就跟誰 跟那個 來 他的連長嘛 徐姓正講 徐姓正就說 好吧 那我們就把洪中秋 跟那個宋姓士兵也是一樣有違規的 一起抓去關禁幣 奇怪 你們怎麼都不曉得 洪中秋是士官 根據資安的法規 他不能關禁幣 你們怎麼都不知道啊 好 我就當作說 你們不是故意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我就當作你是真的不知道好了 但是到了這 還沒有故意嗎 你 范左憲 你什麼東東啊 你是士官長嗎 士官長是陳以仁吧 對啊 結果范左憲主導視頻會 對啊 他一直也講啊 那天就主導視頻會啊 人數有湊齊嗎 沒有 沒有啊 作假嘛 衛照簽名嘛 連簽名都是假的 我想問一下法官 衛照文書的這個跑去哪 好 這個等一下再說 反正都才判六個月 衛照文書大概我看 連六天都判不到 再來 他對他講了什麼 什麼帶有虛意惡整的話 你看看 罰情對洪中秋 沒好沒好 要就給他關禁幣 因為關他禁幣 他以後無法考公職 觀眾朋友 評評理 這兩句話 你覺得有沒有帶有仇視的意味在 有沒有帶有惡整的意味在 好 范左憲 再加上陳以仁 跑去跟何江中講了這些事情 這是6月26號 是 何江中的角色是什麼 陳以仁找他幹嘛 因為五四兩旅沒有禁幣 所以只好到269旅 要搬到269旅關 那沒有床位啊 要喬床位啊 那床位要喬 就代表一開始是沒有的意思嗎 一定要喬 那為什麼要喬 那開頭沒床位啊 那你 不是 立剛 我問你 為什麼一定要喬出來 一定要喬出來 就是一定要把你這個 對 紅中秋關進去嘛 你聰明 因為紅中秋要退伍了 再不關 沒有時間 再不關 他出去當死老百姓了 我軍隊裡面管制不了他了 那為什麼不可以 就好好讓他退伍不要關 他們就是仇恨 心裡面就有惡意 你被我套出這句話來了 觀眾朋友理解我的邏輯嗎 你可以讓他退伍嘛 對啊 可是你為什麼非要關 沒床位也要關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不是有故意嗎 而且 范左縣找了陳以仁 陳以仁又找了何江中 這裡頭沒有集體嗎 沒有集體嗎 好 我講完了 再講到體檢 各位 飲料事件還記得嗎 到底是林護士自己買飲料呢 還是范左縣買飲料給他們 這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們在那裡喝飲料 盯著紅中秋體檢 居心何在 你告訴我 重點就在那體檢報告要趕快出來 你聰明 你知道居心了齁 你知道他們在居心了對不對 我再告訴你觀眾朋友 你看 體檢報告就這麼快就出來了 人家要三天 他三小時啊 他說這樣 他說這樣 你那麼熱心幹什麼 你不該關你要關他 可以退伍就讓他退伍 沒床位就讓他退伍 你偏要關他還去盯體檢 這叫沒有故意 這叫沒有二診 好 當天 發生了多少恐怖的事情 他在那裡盯體檢 中華民國史上最快體檢報告 出自你范左縣之手 再來 當時分頭進行何江中跟 幹哥剛剛講到的黃天任同車 床位 你看正在同步進檢 你看1831 同步啊 就已經拿到報告 結果這時候1600的時候 何江中正在也在趕進度啊 就是同步才可怕 你看 如果 連體檢報告都沒出來 已經開始在喬床位了 如果今天沒有同步 只是你鬼眼士官在搞 我可以說是你一人所為 同步 同步喔 我繼續講 來 黃天任馬上就 幹哥剛剛說什麼 幾分鐘搞定 三分鐘搞定 為什麼一定要三分鐘搞定 好 再來 他床位都喬好了 回來之後 他就開始 老人家開始盯進度了喔 副旅長親自盯喔 盯什麼 連長 徐一鎮 你辦好了沒啊 相關該蓋章的蓋好沒啊 我告訴你喔 你不把洪仲丘抓去關 我就關你 奇怪你跟洪仲丘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你要講到這種嗆聲的話呢 好啦 徐一鎮就開始 那天6月27號 整個本部連不是大地震嗎 沒錯 資訊關 監察關 新府關 什麼關 我告訴你 這些人手上都有一個章 不用看 來了 蓋 來了 蓋 就一直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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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最快的方式讓這個 提檢的整個 包含關緊閉的流程 快速通過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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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 三光沒省就蓋 史上最快蓋章 出現在五色良綠 但是能夠這麼快蓋章的話 最重要當然有長官的交辦啊 還用說 沒有長官的交辦 誰會這麼快速蓋章 他不是講了嗎 你不把洪仲去關 我就關你啊 好啦 結果咧 壓垮駱駝最後跟倒茶在哪 沈威智 因為這些千層 最後會到你的辦公桌 早上七點他看到了 你知道沈威智看到了之後 他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批渴 批渴無可 我覺得這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手機裡頭 有一個簡訊 是洪仲秋向你求救 你當時拿著這個簡訊 右手拿著這個千層 你這渴是怎麼批的下去啊你 怎麼批的下去 還是批下去了 整個案情發生到現在 洪仲秋也走了 但是呢 軍檢起訴只有三成 不過洪仲秋 這是否代表著註定的 洪仲秋這個案件 就會要失敗呢 到了這案件 到了台灣地方法院 那我想我們律師 大概有稍微提一下嘛 當初軍檢不知道 不知道很快就要以審 到地方法院嘛 所以他們也查了七成嘛 那查了七成 我們到了台灣地方法院 公訴檢察官嘛 他們覺得大概能力也有限 就是說 就是只能照起訴的內容 繼續查下去 但是 律師這邊有提到 這個 當初七月三十一 第一次的這個起訴 起訴裡面 應該是說 查了七成 只起訴了三成 那我們的公訴檢察官 如果照著這三成再繼續辦 沒有再重啟調查 那我想這個真相其實本來就 我是覺得就很薄弱啦 要拿到真相啦 所以洪舅舅 那軍檢查的那七成呢 那七成他們就 後面就沒有再交辦上去了嗎 我想 討檢不是接手要辦 說他另外七成 他該繼續辦下去才對啊 他怎麼可以只拿軍檢呢 那三成就繼續把它定掉了呢 其實很多證據上 其實都在偵訊筆錄裡面的出貢筆錄啦 只是說法官要不要採用 採用它來當作證據 這個就是很大的差別啦 那我想這個案件 如果我覺得說如果沒有 我希望說在我們在上訴的時候 能夠真的重啟調查 因為我今天早上有跟律師 有通過電話啦 他說提到二審是一個副審制啦 不是續審啦 真的我們二審才有機會 把它全部再翻過來吧 這些筆錄再人都調來再問過一次 那希望說我們在二審能夠 能夠要到真的幫中修要到一個公道啦 是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案情到現在公道在哪裡 軍檢整個起訴書裡面 是辦了三成還有七成還在調查 結果陶檢有沒有再辦下去 沒有再辦下去耶 但現在呢 如果能夠重啟調查 真能夠重啟調查嗎 現在看起來 白山軍是否又要再上街頭 那政府現在說要管定這件事情 馬總統你真的有管定嗎 現在事情變成這樣的結果 讓大家會心啊 當然因為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也大概比較關注到說 當時馬總統的一個態度 那他也其實親復到鴻家裡面去 那當然在整個事件裡面 大家都會認為說 當時總統那句話說 這件事情他管定了 那你到底管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整個在昨天判決結果出來之後呢 事實上大家第一個 會去關注到馬總統的臉書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對於所謂鴻案的一審宣判 有做出他的說法 但是您可以看到 即便到剛剛為止 我還是上了他的這個總統的臉書裡面 他的第一篇其實是這一個 就最新的更新的 那裡面講到 其實並不是鴻中秋的案子 講到是說 他到了一個苗栗的一個咖啡店 然後講到說他特別喝了一個咖啡 當然這是一個政府置入性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下面還講到什麼 勞動部的創業計劃或什麼 這裡 所以他其實這個 你摳出來時間是22個小時前 對但是我到剛剛的時候 Wcheck的時候 事實上都還是這一篇在上面 所以沒有新的文章上去 並沒有針對鴻中秋的部分 然後提出他的看法 那馬總統不是要管定了嗎 對所以在這裡面我剛剛看到 其實在網友裡面 有大概2000多個留言 那很多人其實針對鴻中秋的案子 也都在裡面發表了 對這個所謂判決上面 大家表示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實民眾憤怒的 跟表達不滿的情緒 是比較多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裡面 當然第一個 馬總統的角色 你今天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怎麼看待這樣一個 一審的判決結果 因為事實上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馬總統當時也定調 就是說這是一個淋漏的一個案件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現在的一個判決結果 我想馬總統你自己是學法的 那你應該很清楚的 自己心中要有一把 會有一把尺 那我也會希望說 我相信很多民眾 也會希望馬總統 對於這整件事情 你應該要有一個表態 就是說您認為 這樣子一個法官的判決 是不是適合的 那當然呢 在判決結果出來的時候 整個包含像我們講到 這個1985的聯盟 他們其實對這個事件 也有非常非常多 不滿的一個聲音 那當然很多人也就在 在研議啦 或者是考慮說 是不是有可能 再走上街頭 會再上街頭 對 是不是會再表達一次說 這種所謂民眾 對於這整件事情的不滿 那當然對於國防部 或軍方在第一時間 處理的不滿 那我認為那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是面對整個司法判決 整個的 在一審的時候 大家對整個判決的結果 似乎不太認為說 法官你有做到 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現在最大的爭議 就是說洪中秋死亡 導致他死亡 到底是不是 一個連續性的操課 那如果是因為 連續性的操課 導致他體內的 這個納離子的含量過高 最後變成 橫紋基溶解症的時候 那為什麼這個部分 你法官只傳訊了 所謂的法醫史台平 那你只傳訊 他的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的是 在國外針對這種 像這種重大的司法案件 或者是法律案件上面 當我所有在社會上 各界意見分歧的時候 他必須要召開一個 叫公聽會 這個公聽會上面 他必須要找不同的 所謂叫做專家證人 那這些呢 他會包含各領域的人 來聽取他們 對這整件事情的看法 但我們似乎看到 法官在這一次的 這個裁量的作為上面 的時候 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剛剛也特別 跟洪秋絕這邊確認 也就是說 他事實上在法庭上 只傳了死太平法醫 只有傳死太平 對 那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也有包含 所謂死亡證明書 你當時 所謂死亡證明書 你上面去怎麼簽定 他死亡的原因 這一個到底是意外 還是他殺 這本來就已經有爭議 所以石太平的角色 在這個地方 確實會被外界 會覺得說你的角色 似乎不夠中立 甚至你在這裡面 是有一些疏失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為什麼法官 其實你的權責 是可以這樣做的 你可以找其他的專家證人 這是第一個 你沒有做的 對 法官沒有找 對 第一個你沒有找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以我手上的 起訴書來看 判決書來看的話 事實上你會看到說 他其實切割 所謂的 我們一直在講切割的部分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禁閉室 實際上去操練 洪仲秋的這個 叫陳毅馨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 介護室好了 他到底有沒有 淋虐洪仲秋致死 如果你從他的這個 重數字一號 重數字第一號來看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他其實只有淋虐 但是他沒有導致他的死亡 可是如果你再回來 看他的這個 整個判決書裡面 他其實寫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說他把這個 我特別在這個地方畫下來 但我不想要去講錯 所以我照著念 他說 陳毅勳不得利用其操克權責 致意對禁閉刮虎毀過聲 任意施加無限制之操練 造成禁閉毀過聲承重負擔 那你在這裡面都已經講說 他用無限制之操練 那可是你的認定裡面 這是你的判決書 你的判決書新聞稿 你寫到這一個 可是你卻在最後判決書 你不認為這個無限制操練 會導致他的死亡 就我們不太懂 就是說你的邏輯 但是無限制操練 不就會死人嗎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今天法官在判決這個事情的上面 你的衡量的著眼點在哪裡 那結果你卻認為說 其他的這個禁閉室的這個管理人員 他們因為業務上面的過失 導致他有業務過失致死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會覺得那個因果關係 我們就想到洪仲圈的這個案子 之所以會不會廣泛討論 是因為他有太多的不合理之處 那當不合理之處 包含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明明就是一個事官 他不需要被關禁閉 可是他一定要被送進去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疑點 那到目前為止 包含我就講說 你自己的判決書裡面 你法官自己在這上面的用字遣辭 跟你最後的判決結果 都沒有辦法合起來的時候 難怪外面會對你產生這麼多的職 法官的判決結果 你可以看到從新聞稿 從判決的結果上面 出現的這些的矛盾點 法官你是在做法官 你要有一個公正的判決 還是說你只是在那法條上面 當個法將呢 如果你沒有膽識的話 你就不要做法官 但是我們注意喔 五四兩旅 兩六九旅 送進緊閉室 這中間當中 其實有沒有犯意連結 當然有些犯意連結 可是法官的認定上 沒有惡意 沒有犯意連結 巧合嘛 通通都是巧合 巧合沒有犯意連結 怎麼會是巧合呢 好 劉宣揚 這個 洪東邱的同袍兄弟 他是在看不慣了 所以他曾經講了很重要的三點 關緊閉的內幕 就是說在他 他當兵 他跟洪東邱為同袍的時候 他說他當兵其實沒有看過人 關緊閉 洪東邱是第一個 第一個啊 第一個還不打緊 還是個士官 而且 對於攜帶智慧型等手機的 這個 你知道嗎 懲罰的規定 你知道嗎 對於士官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士兵的話怎麼樣 怎麼樣 士兵 禁駕四天 等一下 士兵才禁駕四天 才禁駕四天 但洪仲秋卻被關緊 連士兵都不用關緊閉 請問洪仲秋以殺下士的身份 為什麼要關緊閉 那這樣子是說 沒翻譯連結嗎 再來 說不通啊 他拿的真的是智慧型手機也罷 結果他拿的是二機的照相型手機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巧合嗎 還是翻譯的連結呢 好 大家再來看 我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超級快速什麼 跑車什麼 公文跑車 可以這麼快 全台灣所有公家單位的公文流程 絕對沒有這麼快的速度 我為了要管理洪仲秋 我跟你講 非常有效率的啊 非常有效率 超效率 我跟你講公家機關從來沒有這麼有效率 尤其是蠻堪的軍方 從來不會這麼有效率 二十七號 晚上九點四十分 人事科代理科長已經拿到了 拿到了 馬上簽 簽好 送給誰 資訊官 然後再給幸福官 然後給監察官 參謀主任 副旅長 你看副旅長 在晚上十一點的時候簽的 你不要說什麼 這樣才多少時間啊 看看 一個鐘頭 一個多鐘頭耶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耶 不要碰校 你想想看 九點四十分 這樣子才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我們的案 整個流程已經簽到副旅長了 各位觀眾 不要碰校 當過病的人都知道 一個人事令 要簽合的話 經過這些地方 到了旅籍單位 你告訴我 一小時二十分鐘 就可以做好嗎 那叫做碰校 好再來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掐頭掐尾來看 頭是什麼 九點四十分 你就送到人事科那邊對不對 我跟你講 當天晚上七點 就已經送到了 你知道嗎 當天晚上七點送到 他馬上決定 要這樣這樣這樣幹 要這樣幹 晚上十一點 副旅長何江中 你簽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先簽好 第二天旅長沈威智 好這個是重點 來你看 七點 早上七點 早上七點 你趴上七點 少將旅長起來辦公 你講給誰聽 你講給誰聽 華乾你看 這麼短短的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對 桃園地方法院沒看見 沒有看見 這樣子沒有犯一連結 請問一下 沒有犯一連結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 你桃園地方法院的公文流程 也沒這麼快 審判廠 請問一下 你們的公文 你們的案件作業流程 有這麼快嗎 一個少將旅長 能夠在一大早 可能衣服還沒穿好的時候 就開始批公文 渴 渴 這個人就送二十八號 二十八號 當天 洪中秋又送關緊閉了 對不對 你說這樣子 通嗎 合理嗎 還能夠說 沒有犯一的連結嗎 好再來 立剛 我們再來看 好 我們現在講到重點了 剛剛任俊也有提到 天龍八世 有話哥講的 這天龍八世 不是我們編出來的 是真正有這八世 這八世其中五招 是介護士陳家祥發明的 另外三招是誰發明的 是陳奕勳 對 就是當天他必須費最大責任的 我現在來示範兩招 我看各位觀眾 你們大家想想看說 有沒有辦法一個人 正常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一個已經 BMI值33的洪中秋 他能夠做 好立剛 你比如說 你是陳家祥對不對 陳家祥 現在我們示範一次 叫做人與交叉 人與交叉 我跟你講你 不是本來是壓腳對不對 是啊 不是你現在壓我肚子 我壓你肚子 你現在壓我肚子 對 然後我人與交叉 我起來的時候 是這樣起來 我要這樣起來 我跟你講 這個是完全違反物理原則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的話 你的整個脊椎 還有包含你的腿 還有手都會 腰都會受傷 我跟你講你這是整人 你知道嗎 手要起來 腳也壓起來 而且不是像我這樣 因為我老了起不來了 他頭要起來到跟你一樣的地步 你知道嗎 這樣要做五十下 這樣子五十下 怎麼做得了啊 這叫人與交叉 各位觀眾 你看到了 這是不是整人是什麼 再來 這叫背負日月 什麼叫背負日月 好你看 我跟你講 你在我底下放個鋼杯 然後你在我背上 再放個鋼杯 然後你喊一下二上 好 一 下面不可以碰到 你下面不能碰到 不能不能 你快碰到了 不能碰到 二 一 不可以碰到 上面鋼杯快掉了 不能掉下來 蛤 你這樣的杯子要掉下去了 你看 所以 那你就要被懲罰了 你剛你看到我這個樣子 這樣也要做五十下 他是BMI之比我高得多的人 你能夠說 今天這些一連串 一連串的事情 這樣的體能 你能夠說 這根本就是過失 我不是故意置他於死的嗎 你剛做的一兩下感受怎麼樣 我的感受是 我只覺得你現在快喘不過起來 我已經喘不過來了 所以你就曉得說 這一切的一切 審判長你都不用看嗎 翻譯上沒有連結嗎 沒有因果關係嗎 翻譯上沒有連結嗎 你不覺得這樣的做法 這樣的方式是正確的嗎 可是你另外想想看一件事情 當時洪仲秋後來解剖 誰負責的呢 石台平法醫 石台平法醫 這桃園地院也找了他去了 傳訊去了 但石台平法醫到了法院上面 可是大翻共 今天我要怪一個人 就是洪舅九 為什麼我要怪他 你為什麼要怪洪舅九 當石台平的驗屍報告 這樣子交過去 我請問洪舅九 有沒有傳三軍總醫院的急救 急診室主任 你有沒有傳嗎 你們有沒有要求傳 沒有 到了今天 洪舅九說石台平怎麼講 錯 第一關其實不是石台平嘛 第一關是三軍總醫院的 整個急救報告 請急救那個急診室的醫生 但洪舅九 我問你 在法院上面 法官是不是根本不讓你們講話 都不能講話 那不讓你們講話 那他怎麼去說要求這個傳呢 沒有啊 你們可以要求律師傳 整個石台平在那邊胡說八道 我們有韓文 那個11月19 石台平開完庭 我覺得很不利啊 我們律師有韓文請好官 去調高大臣出來再處庭 他不願意嘛 你們第二個 你們有沒有再去找 就是第三者來鑑定他講的話 有 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法官最後的答護就是說 那另外我們韓文給醫學院嘛 那醫學院來說 這個累積會累積的啊 也有講啦 可是在攻防的時候辯論庭 對方的律師 對方的律師說 這個不算 要石台平才算嘛 那法官還是才用石台平的嘛 但是會累積的話 為什麼法官還把上午跟下午 來做切根啊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他不採用醫學院的這個說詞 也不讓高大臣來講嘛 這個就是今天要講清楚的地方啊 那我再問你一句 813醫院的 剛剛江中博那你看 對不對 對 813都知道這個體檢報告 是有問題的 你們有沒有要求 傳那個體檢官來 傳最小的 他說一秒鐘就蓋章 你有沒有傳他長官來 換句話說 我今天對洪舅舅只有一個抱怨 就是說當你在案情 沒有辦法明朗話的時候 還抓不到重點 那這個責任是誰負 當然不要叫洪舅舅 法院你要不要 主動幫洪舅舅他們查 好 我們現在講石台平 檢察官也該積極啊 現在是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官他們該要積極去 沒有啊 那個是公訴組檢察官啊 起訴的檢察官跟公訴組 那是兩回事喔 所以我們今天回過頭來講 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弄到大家都很憤怒 他說重組是突然發生的 不會因為之前的疲勞累積 造成胡說八道 我現在請洪舅舅 去傳國防部長高華柱 他總是關係人吧 好 問你當時是怎麼下令 要注意部隊重組的嗎 你要把這兩個人的證詞 拿來比對 好 他說輕判就是石台平造成 太看得起他了 輕判是誰造成的 當然是國防部造成的嘛 你的起訴書不要這樣子寫的話 今天沒有輕判的問題嘛 所以呢 我覺得 我們今天 好 從頭再看這個案子 我還是相信813醫院的醫生 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有華兄 這個案子 坦白來講 是一連串的失誤錯誤 蓄意所造成的 這個是他在第一時間 我也謝謝中天的製作單位 因為那天他非要叫我打電話 洪仲舅案大家還不知道的時候 我電話打過去 他第一時間通通跟我說了 連包含黃天任的太太他都跟我說 所以我才會說 一物事 我從來不講他是男的跟女的 好 現在來了 但是這樣子說法的話 那豈不代表說整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過失自死了 對啊 這個叫做烏龍起訴 那為什麼最後變成過失自死呢 好 烏龍起訴 鳥龍宣派 但這個過失自死各位看 從他發生這個東西 這樣子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三軍總醫院 所以我今天我特別要提醒洪舅舅 應該傳三軍總醫院的急診室的醫生 因為他們在第一時間的診断 才能夠告訴你們 熱是不是會累積的 對啊 你看 當時最近的一人醫院卻不送 不送到一人醫院 卻是送到這麼遠 三軍總醫院 好 他為了想要避開 因為桃園醫院你要通報 還有你要送到813 你也要通報 你要馬上通報 但是三軍總醫院 他是什麼 他是想要急救 他還認為說這個人還能活 但是半途就死了 請問做這個決策的是誰 難不成是我張有華嗎 我們注意到 案情發展到現在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判決的結果 真的是一個鳥籠宣派 這樣的判決結果之下 大家能夠平息嗎 當然不能平息 但是中間有一個大問題存在 觀觀相互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